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 党内外呼吁王岐山出山抗击瘟疫的声音一直存在 但习近平能把老王当成花瓶一样工作 其三被习近平罢处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 曾经担任交通银行的董事长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和中国农业银行行长 而王岐山曾经担任建设银行行长 蒋超良是王岐山的爱将 习近平用习家军应用接替蒋超良 显然是给王岐山难堪 根据以上信息该评论人士认为 习近平有帝王心态 整个心思就在玩弄全数 帝王心态有两个特征 一是 忌讳他人功高盖主 另一个是 卧榻之策 启荣他人酣碎 很多太子党人物都被习近平排挤出局 习要成为太子党唯一的红色血脉 留下来长期指证 王岐山恰恰这两条都符合 他是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性 嫁接了红色的血脉 他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威望 这两个原因导致了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最终摊牌和分道扬镳 实证分析人士根据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 无可厚非 只是这些信息并不能得出习近平与王岐山反目的结论 王岐山固然在海南省当过几个月的省长 也关照过海航 但王岐山就是海航的幕后老板 并没有证据证明 至于某个网红说什么私生子 神秘股份 以及董事长王健被谋杀等等 也很难与王岐山挂上钩 习近平不用王岐山抗击肺炎是事实 但更大的可能是习不愿王岐山抢了他的风头 更愿意突出自己在大国战役中的丰功伟绩 其实王岐山也未必愿意去躺这趟浑水 病毒可不管你是什么国家副主席 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平等 不分性别 连理 肤色 一律平等对待 老王也是古来西的人 说不怕死也不太可能 至于说习拿下蒋超梁 王岐山也未必会路从心头起 恶从大边生 所以这些事件与习王反目分道扬镳 并没有因果关联 同时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既要看到中共高层的权斗 也要看到他们的共同利益 因为他们都在一条船上 肺炎疫情由于习近平的刻意隐瞒和盲横的封城 已经大大损毁了中共改革开放40年的执政根基 也将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牛皮痛破了 可以说中共已经处于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最危机的时刻 在这个时刻 王岐山和习近平是分道扬镳 还是抱团取卵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从大国战役一书的下架 是否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也在进行策略调整 是否老王也给了他一些忠告的 阴谋论在媒体上一直很受欢迎 甚至可以说 只要人类存在 阴谋论就永远不会失从 古今中外 概莫人外 阴谋论源于人性的好奇本能 人们对事件真相的探求和不对称信息 为阴谋论提供了存在的徒劳 当人们无法获取信息时 非正式渠道 道听途说 自然成了饮症止渴的有效补充 成为在特定时期缓解人们焦虑恐惧的良药 而在当今中国 阴谋论广为传播 于人们不确定焦虑不安的心里有直接的观念 面对习近平政治后空翻 民众焦虑恐慌 急于捕捉信息 趋利避害 其次 中共密使政治和小圈子政治 使民众对中南海红墙内发生的事情 知之甚少 阴谋论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在此 中共已经陷入塔西陀陷阱 无法自拔 2012年初 网络上就传出 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耳光 王立军逃入 成都美国领事馆避难的阴谋日 事件发生两天后 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新闻办 就发布消息称 王立军正在进行休假式治疗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醒民众不为杂音噪音所脑 不为传闻谣言所获 但事实证明 这个阴谋论就是事实 在中国 不是所有的政治谣言都是谣言 有很多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2015年前后 社会上突然有开放二胎的传言 国家既身为出面必要 说没有这回事 后来传言再起 官方再次否定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传言只是阴谋论事 不再相信他事 2016年 中国突然出台了开放二胎政策 整个国家一时炸了锅 有人洗可以生了 有人被刚刚交了二胎的罚款 对于阴谋论 有些朋友很热衷 甚至名字是假的 也不以为了 他们认为对待共产党这样的流氓 就要以流氓的手段甚至比他还要更流氓 但问题是 理于他都是流氓 谁能相信你追求宪政民主呢 在人民的眼里 无非是饱狗子走了 饿狗子又来了 阴谋论作为放后谈之 或许并无害处 但痴迷阴谋论幻想中国会在中共的权斗中崩溃 而不去启蒙推动颜色革命 是否在阻碍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呢 看戏固然轻松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中国民主化需要一批脚踏实地的民运人士 通过艰辛的努力去实现 中国无数已经死去 或还在中共狱中的民主人士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说了阴谋论 我们再说说李文亮医生调查组的事 因为很多朋友在问调查组调查的进展到底怎么样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和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 于2月6日晚21点30分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去世 他生前曾因散布谣言遭遇当局的训诫 李文亮的死触发了中国民众巨大的悲痛和愤怒的情绪 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一时间称顶废之事 有媒体形容这是中国有互联网以来第一次网络暴动 2月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曾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 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做全面的调查 但一个多月过去了调查结论迟迟没有发布 令人不解的是2月22日一位从武汉女子监狱获释的黄女士突破封城 直返北京事件当局派出了调查组赴武汉调查 3月2日官方就公布了调查报告 介绍了黄女士闯关的细节 并指湖北省监狱管理局管理层涉及实质独职行为 包括党委书记局长等三名高层都被免职 中央调查组的效率看来并不低 李文亮医生的调查组到哪里去了呢 我认为调查组啊其实早就回北京了 因为他来武汉本来就是缓解民众的愤怒情绪 可谓缓兵之心 是谁训诫李文亮的当然是警察 但警察的行动是源于武汉市公安局的指令 武汉市公安局又是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发出的指令 谁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答案呢其实很明确 那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安部根据他有关引导 舆论的讲话精神做出了部署 习近平自称12月7日起他就一直在亲自指挥防疫工作 所以调查组来武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忽悠老百姓 甚至还有安慰公安干警的意图 让他们不要为民意所动该抓就抓 中央为他们撑腰做后台 军不见李文亮医生去世后 武汉警察对舆论的管控没有放松 相反的变本加厉 陈秋实方斌李泽华都被销声立即 为什么黄女士进京的调查结论会如此迅速的做出呢 原因是带病毒进京可能危及领袖们的安全 并严重挑战了领袖的权威 李文亮医生的调查是人民要结果 黄女士进京是领袖要结果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不要急 调查组会给一个说法 那是在武汉封城结束后 生活趋于正常 人们的注意力已经发生转移 李文亮已经渐渐被人们忘记时 那时调查组会推几个已经给了好处的替罪羊敷衍了射 3月1日中国人没有迎来调查结论 却迎来了最严格的禁言力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中国官方要拔除网络生态中的一切杂草 只留下正能量的好消息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关于中共高层权斗的阴谋论永远不会消失 作为放后谈之 或许有助于心情愉悦 但要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阴谋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相反使人们忽略了艰苦的努力 中国民主运动之所以三十年大事无成 孔斯文先生深刻的指出 改良主义和中共结构性控制是根本原因 颜色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但颜色革命需要启蒙民众 需要在国内建立组织 发动抗议示威活动 最终通过颜色革命激活党内进步势力 这是一个艰难要付出生命的革命 中共对李文亮医生的调查 只不过是忽悠 但李文亮没有白死 疫情已经撕裂了中共的统治 有学者指出 一个国家不会因为批评者的存在 泛滥狂妄而走向灾难 只会在消灭批评者的狂欢中走向灭亡 远的有古希腊贵族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近的有斯大林和希特勒 分别在苏联和德国的大清洗 现代有影射出动和反右运动 现在有必要和训捷 如果哪个国家和社会走向灾难 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消除一切批评的声音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